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队的张学潮对阵黑龙江队的赵无荣 我们现在先来看棋盘 我们边说边聊吧 这盘棋是由张学潮直红先走的 双方以中炮队屏风马开局 好 现在就是走成一个中炮队屏风马 现在红王挺三兵 共三组 红王挑边马 挑边马也是红方出现最多的这种走法 除了这个挑边马以外 还有先走炮队屏风 这双棋也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风靡一时 到了两千天以后 也有一些棋手喜欢采用 它主要是故意变一个次序 这儿会产生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变化 这个棋总的来说 由于红方炮过早的暴露了作战的意图 黑方也相对可以比较从容 一般比较正的 大家公认的是走十四用 张老师 炮发平息这个招法 是不是上河北队走得比较多 对 这招式棋 八十年代曾有人小视牛刀 后来河北队的年轻棋手 又把这个棋推演得比较深化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棋黑方不是 是比较中正的宣法 将来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才马三戒 如果你跳马 它在马三戒 这个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这个棋 就是如果你炮发平息 如果你先走马三戒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走法 对 就是说 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如果这个时候马三戒 它就是受红方炮的威胁 就潜意识的 容易走的不太准确的招法 这样红方跳马以后 可以直接威胁中路 可能红方 炮发平息 就是希望黑方走一个外 对 那红方先走马八进九 它的好处 就是说将来可以根据需要 走炮发平息 或者炮发平六 当然红方除了跳边马以外 也可以跳正马 这样就形成正马 三兵的阵型 或者直接走炮发进四 等黑方不像的时候 再有正马和边马 这个大致的近三兵 就是这么几种最主要的功法 因为前面几步棋 相对来讲 就是容易的你找到一些根据 那后边 从现在开始 就是说作为双方的布局的 发展的趋势要定型了 跳边马 来看黑方的应招 然后红方再采取相应的对策 那么黑方走出于记忆 这条棋也是最为流行了 唐蔡你知道 黑方这个拱边族的 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能给大家说说吗 这个拱边兵的话 给我个人的感觉 那肯定第一感是 制住红方的编满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以后有 也有可能居于近三 多了一个出路 这个底居 这个棋也是黑方一种常见的走法 不过张老师 就是对这个拱边兵这部棋 我个人来讲 还是比较难以理解 这个 你觉得开局 对 这好像很慢的感觉 这部棋 这个棋是这样 就是象棋 它这种速度呢 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关注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象棋本身是模拟 古代战争的 那么古代战争呢 经常我们大家说 兵贵神速 对 这个行棋的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进军的速度呢 是要非常重要的 那么黑方这招棋呢 也是符合这种原则 它呢就是 正如你刚才所说 将来可以通过足以锦衣 它一方面是制住红方边 另外将来可以通过足以锦衣呢 来直接把这个右鞠呢 杀出来 我们这个也可以叫做大处鞠 这个鞠呢 一下就投入到战斗当中来了 这个可能拱边边看着慢 但是下一步再冲过去 对 这个棋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棋呢 就是黑方现在呢 捕试捕像呢 都容易啊 这个过早的暴露自己的行棋目的 过早定型了 对 容易让红方呢 比较有针对性 嗯 并不说捕像 不好 一般不是认为不好 那比如我就向三进五飞一个 对 向三进五 这个向一飞呢 就是等于将来红方呢 有这么一个先手 啊 跑啊 近四 因为要打兵 打完这个兵以后呢 我们看啊 他对你的这个七向的压力大 他将来这个三路兵呢 是一个通投兵 这个兵随时呢 有渡河参战 比如说你 你不是 我们假设走一招 你这期就不能去飞他 他居住可以吃炮 吃炮 当然是他会跑到那边打 但是我们就说这种意思呢 就是他这种八路炮 如果能打到这个兵呢 正好压住你这个马 描出底向呢 它的效率会很高 那么因此出现了 黑方这个租记忆在对兵 这二呢 黑方这个高向对兵呢 又容易导致速度骂 他本来是想快点巩固 但是由于这个过早的暴露的目的 不是的道理是一样 他也是容易走成这个 那就说明这个不是不向 都是其实过早的定型 也不是很好 就是他有一定的弱点 对 特别是这个棋呢 倒有这个棋手采用 但是他毕竟呢 花式像呢 自己呢 有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棋呢 也并不是说的 一招两招就能 这个发现啊 黑方的问题所在 但是从长远的规划来看呢 黑方感觉呢 这个花式像呢 一旦呢 运转不好呢 这容易呢 这个走出一些毛病 所以黑方就是足一进一 对 如果补七项呢 倒是可以 补七项呢 红方一般呢 就是走具有进一多 如果你再走足一进一呢 他可以再走跑阿平衡器 马三件 你在马三件 他这儿马三件四 这儿呢 这个有马吃这个中足的这个线手 补七项呢 到相对来讲呢 是在这几招里边呢 也算一招可以的采用的走法 当然拱边族呢 他最有变化 就是可以根据红方的这个布阵呢 将来黑方在适时的选择 非左向或非右向 或者什么时候在捕士 那么通常呢 红方会走爬平衡 然后黑方马三件 红方再走具有进一 那么黑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 选择三项七项 也可能足一进一 大出具 对 当然还有马二进一 这些都是比较流行的 那本局当中呢 红方在这里呢 这个张学潮呢 他就走了一个G24 张学潮是来自广东队的选手 那在不久前呢 他也代表中国队呢 出战亚洲杯 荣获了亚洲团体冠军 那因此呢 他和这个队友许国毅呢 也是来自广东队的这个年轻选手 两位呢 大师呢 同时呢 晋级这个特异大师 因为现在参加国际上的比赛呢 往往呢 往往呢 是这个 晋升这个特异大师 也就是说国际级运动健将的一个 最好的这个方法 那广东队很不错 又多了两位特异大师 是啊 这个旗呢 就是张学潮呢 看来是想求变 他针对赵国荣呢 这里呢 他选择了一个巡河区 就是暂且不动 张学潮是来自这个汕头的选手 你看他这名字当中 张学潮 学习的习 学这个 这个潮州的潮 他就是来自 潮汕这个地区的选手 潮州 那他呢 这个旗艺风格呢 是比较喜无好差的 但是面对呢 同样这个杀招飞灯 瑞丽的赵国荣老师呢 他也想先吻一下 那他走巡河区的目的呢 也是想看看黑方呢 去怎么变 就是张老师您看这个局面 黑方好像有很多种走法 这时候就特别考验人了 我觉得一个一盘棋的话 给人选择很多的话 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选择多呢 就是说的给 就思路宽广的旗手呢 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想法 对 那么到底走哪个好呢 骑手呢 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吧 赵老师呢 他下期还是比较稳正的 他呢 就是走期比较扎实 赵国荣呢 也是酒精沙场的一员老性 以50多岁的年龄呢 仍然在今日呢 有非常优异的这个成绩 就是证明他这个功底 还比较深厚 对 现在活跃的期待当中 50岁以上的最厉害的两个人 一个是吕钦 还是赵国荣 他们两个确实呢 这个功底非常的扎实 齐呢 也非常的娴熟 赵国荣呢 还参加那个全国比赛呢 应该说是比较早 他在1975年就参加比赛了 你像那个时代 李来群 林宏敏 赵国荣 徐天宏 吕钦等等 但赵国荣最早 他是1975年就参赛的 大多数选手呢 都是7778年 逐步的斩到头角 那至今已经有40年了 对啊 赵老师 赵老师等于从与40年了 也是长青树了 那现在呢 黑方补相以后呢 虹黄就居走 因为你如果再走不发平期 人家马上就这样 你这个巡活鞠呢 就是显得有一点 好像过早了 对 所以说这招棋也是利弊参半 它是一种呢 等待型的走法 就是说如果你黑方 硬的不好 它可能这个居的效率会高一些 但是黑方走正了呢 就是虹黄这条旗呢 也不算事先 虹黄走居九旗 就是进入开局以来呢 双方就是脱离了 最常见的这个旗谱 进入了这个 较为陌生的这个局面 黑方通过这个队族呢 把边军的杀出来 来牵制虹黄的 这个巡河 虹黄走居九平六 另外也可以考虑居九平四 就是张老师 您看这个旗 一般我们都是 虹方是五七炮的一个阵型 对 它就没有交换这个 对 现在一下变成五八炮 这让人 就是没有方向感了一下 对 这个阵型呢 就是走五七炮的阵型 如果交换了这个次序呢 这是特别常见的一个 很正常的开局 虹方一般是走居九平四多 因为以后它有居四前对居 还有居四近五 虹方呢略有一些先手 对 那这个旗的问题就是 当你红方再走炮八平七的时候呢 黑方就不见得走马三下来了 他有多种走法 比如说有炮二平一 牵制你 他也可以走炮八七二 防止居九平八 对 你如果居九平八 它马三下 对 那张一庄呢 他也没有去尝试 而是他直接走专队 他看来是想把这个旗呢 故意呢 引入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那么赵老师针对这个局面呢 就采用了 平炮对居的这个简洁手段 也是可以的 那么虹方 也只好接受 对调 起对吧 那么暂时呢 虹方呢 没有了这个 明显进攻的这个方向 那么虹方这个居呢 调转 他走居六平二 来攻击呢 相对薄弱一点的 黑方的这个左翼 因为你要马发近期 他有这个近居的先手 对 然后他黑方走马发近六 那么开局呢 是非常的平稳 好 虹方走近居捉马 黑方再跳 黑方这个马呢 也叫 拐脚马 也叫创攻马 对 走到这呢 就是顺着九宫呢 这个创攻而上了 这个棋的话 张老师 我觉得好像 黑方还是形势挺不错的 因为红方呢 这个巡河一线 里面被黑方控制住 而且也没看出 红方有什么 进攻的手段 这个棋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还是红方略先 红方还是 对 红方这个棋呢 它是走得比较稳的 它去二层八 先捉一下 黑方 黑方抛入近二 抛入近二 它也很稳当 因为这个棋 你如果G8退役的话 也没用 它就可以马刺进五 有一个跳中马的手段 对 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 也有所多 那么红方就是 先把中足打掉 先在物质上 获得一个实力 然后黑方再补 16进五 对 这个棋 红方如果要是走 向三进五的话呢 黑方可以 这个马呢 还是有马刺进五 正好有一个跳中马 对 如果你在病武器 它甚至还有 登这些的手段 它有这些先手 黑方这个思路马 你哄这个 它就直接蹬了就可以 对吧 你吃这个 它就吃你中兵了 那么黑方这此地 反而位置好 对 这个棋子就说 作为红方来讲 它觉得失控 不好控制这个局面 它得尽快把中炮 给逃离这个险地 对 我们向其有一个棋验 叫紫不利险地 它呢 就是走炮五圈 拦住这个局 这个也是可行的 黑方呢 就是 先选择这个 对骑兵 对骑兵呢 红方可能当时这么想 觉得滚国去呢 让黑方这个炮 打过来啊 是一个先手 他觉得呢 这个系统不好控制 他就不愿意 让黑方这二楼炮呢 掉过来 他就选择补相 对啊 他这个八路鞠 正好拉住这个二楼炮 对 这是一个挺划算的一个想法 是 然后接下来呢 黑方呢 这个 好 走得也比较稳 走鞠一圈 这个棋呢 本来是非常平稳的 正经来看呢 我觉得红方应该是 先把像收回来 先把阵型捕后 如果你的鞠呢 当然黑方走平鞠 也是可以 这儿呢 就是说黑方呢 虽然少一个足呢 但是位置呢 还是非常公正的 作为红方来讲呢 想进一步扩大先手呢 也表难 因为他的鞠的位置 很差 这个棋应该是 双方都是 然后红方呢 再走八成七吧 就是说这个棋 应该慢慢下 但是 可能是 由于的 这个 对形势判断呢 有些问题 或者说 张维潮呢 比较喜悟好杀 他看到这个时候呢 他也去主动去进攻 他选择了 马嘴金霸 就是在 非常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这个棋局呢 是顿松波兰 这部棋看着挺好的呀 这有一个赤子的手段了 那接下来呢 赵老师呢 这个以牙还牙 他走鞠平棋 这样呢 一场激战呢 就在手难免了 赵老师 这果然 杀棋很厉害 对 这个棋子 稍后呢 我们会把后半局呢 精彩的进程 再带给大家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收看 实战过程 黑方平局以后呢 红方呢 就先得一个死 跑八进三 那么黑方呢 选择局三 七进二 这个棋局呢 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棋 红方先多一个子啊 看着很实惠 但是也是 各有利弊吧 这个棋 红方冷静的走法呢 就是不要贪恋这个子 因为这个子 你也得不住 他应该走G八圈 及时把这个G 退起来 那不是白丢一个像吗 如果你登这个的话 我G八平二 叫沙 有个沙棋 你只能炮九平六 我在马三进二 这个棋呢 红方多一个中兵 他有中炮 还是红方的 略好一点点 就是最起码 红方不差 但是红方 对 可能看着 是不是少一个像 所以不太肯 这么选择 对 如果这个棋 黑方吃这个呢 红方有先手 杀这个兵的棋 如果你走炮的平六 他可以跑八进 把你扣住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形式呢 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捉猪兵 都是这个假棋 你不敢吃 你吃它一饱 你这个将来 你这个马炮呢 会成一些问题 你正好上不来 他有这个打东向 有一个正析的手段 你要不打 不走这个呢 他将来有白打 这个子力的这个手段 所以这个棋呢 可能林场当中呢 张容理所说 就是红方丢一个像以后 感觉这个棋呢 不好 所以他就挺着走险呢 选择了这个马三退伍 这个棋呢 应该说 一走以后呢 黑方正好有一个马三级 登霜 登霜以后呢 这个棋局呢 就是非常复杂的对攻了 就展开了 红方去八平六 黑方马一进二 红方下底炮 对 下底炮 这典型的天地炮 对 这个要杀地式杀棋 还有万中式的手段 这个手段看着很凶了 对 但是恰好 黑方呢 有一个马四进步 这个张容理所说 这个棋呢 他也比较喜功好杀 他也是善于进攻 然后他在 这个刑棋当中 他肯定是这种 有强烈的这个进攻的意识 但是这个棋呢 看着红方很凶 但是黑方的反扑呢 是更加的凶猛 所以红方走到这儿呢 得不尝试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这个棋呢 应该及时呢 这个 进行这个防御 就是不要 一位进攻了 应该走 这个你看是不好 马五进四吗 对 马五进四 那黑方只能 去七平六 那四推了 对 这儿呢 黑方呢 也一时半会儿呢 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 不过我想红方肯定不肯吧 他这个有一个天地炮的这个棋 所以肯定想着怎么从中路突破这样 这个棋是这样 你不肯呢 但是这是你这心态问题 但是这个棋呢 你是比较困难的 鞠入圈以后呢 等于 黑方呢 就再也没得 红方呢 就是明显的这个机会 黑方就是取得了 巨大的优势 炮炸进四 这个棋 比较直观 主要 陈炮江 你只能吃 黑方 居心 这个招法都很厉害 又要鞠吃 又要炮打 看来红方这个窩心码 这个非常的危险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棋呢 红方应该走 早一点麻烦进四 那么走到这 红方也去 只好去打相 打相一样 黑方 居心 四一致 对 这个棋 红方还 足迹进一 拦了一下 对 他那个 他先切了一个兵 对 他之前打相 兵迹进一 先拦了一下 对 他可能是想把他这中马给 就是中马找一个出路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 实际才是拱了 也毫无问题 就是步步的话呢 其实更好的 走炮九屏八 可能也非常好 先跟一步 对 红方呢 局一屏二 是不是只能拦住 对 这儿呢 就是将来看 马五进三 没有选手 有一个 看实战 但是这个棋 黑方拱过来 也无可非议吧 红方呢 是当时想马五进三 他 这个当初呢 他就想让这个马的别一个劲 他怕两个马都扑进来 就更厉害了 但是这个棋呢 实际上 红方也是 非常的勉强 这个棋局 这个棋 下面就能看出精彩的 这个杀招方法 对 对方走马五进四 就是赵老师呢 他走的棋也很实惠 赵欧容呢 他这个毕竟这个功底呢 也很深厚 他这种 把握优势的 这种能力很强 他肯定是 时代当中呢 时间都比较紧 我们知道这个用时比较紧 他看到这个种棋呢 就是能够 稳持优势了 他就选择了 实际上 黑方呢 更凶稳的 应该走马五进六 马五进六 我们看啊 这个是好处在哪 这个棋 胡方野居一退三 吃胖 就能去吃 然后黑方 五一将 降五进一 然后黑方正好用马 这么够一将 如果你出来 那么他就简单了 等你试一将 你进来 他再登一将 你出来 他就把马吃了 这个棋 很简单 拘双马 投入战斗 对 红方肯定是 纱布黑方 差得很远 红方的这个 这个双炮的很 位置很分散 也没有办法 对 如果你像这边 快 这个棋呢 就是粗远一看啊 马三退五一将 就把拘抽了 对啊 这是很好的 很要的一步 但是呢 就是说红方呢 登出去呢 还能下 还能勉强 勉强呢 还能对付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黑方这里边呢 还有更凶的棋 更精妙的对 对 黑方就是这种 拘双马呢 我们不妨呢 可以看一下 黑方有什么样的手段 黑方这个棋呢 它就可以拘呢 退三步 因为退两步 它容易马三尼斯 多一个马口 没有必要 退三步 下步拘平四 批将批四 那么红方只能不是 十六进五 不是 我们大家来看这些吧 黑方有一个什么妙手呢 把拘先叫一将 让你试多支一招 把老帅的通道挡住 他再拘子平下 这时候只能再十六退五 对 红方 没办法 只能再回事 那么黑方叫一将 给你点上去 然后黑方走出身心 一冲 杀棋 这儿等于黑方呢 这个拘马足呢 就形成这个连弓了 你如果你兵武器 这次 你看怎么走呢 这比较从容了 兵武器 居在退 退回来 对 看住这个组 对 这儿呢 我们大家看 这个往往是 居马兵的一个 非常实用的手段 这个组 这个平江呢 就是黑方呢 也胜利在旺 就没有办法防止 对 就是你居必肯定丢了 所以他中文兵不行 那只能用马保 用马保呢 我们看这个戏 他这个马一动呢 下部这个足三一就是绝杀 对 因为这个老战不能动了 所以黑方 退马也行 进马 可能显得更精明 这居马兵 这一个组合杀法 对 等于把红方这个老帅 叫做 这种困住了以后 再去围攻他 这儿等于包抄之势 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确实是很难下 这能走成这么一个 精彩的一个局面 对 黑方呢 应该走马不进流 但是他实战当中呢 马五军四也非常的精彩 马五军四也是好的选择 那红方也只能去吃 我们看啊 他教育将 上将 上将 他没有马尔金三等 他先把粉吃了 对 因为这种棋呢 棋手啊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呢 他可能就选择一些自己 容易把握的招法 对 这样子更稳健 也更容易掌控 对 红方冲帅 黑方 这招棋很关键 马尔金四 主要是把红方这个老帅啊 这个控制住 定位 他动不了动 就是红方这个老帅动不了 这个棋就很危险 那红方呢 这个就没办法 他就这个退炮 因为你先将 人家上将正好是先手 对 这个棋呢 实战当中 黑方应该走 直级平三 就可以说 胜利的希望很大 把子力都放在一边 对 而且最主要是红方没有攻势 而且你这个视像啊 这个肯定要丢 还要再丢 他拘马足就很厉害 红方这拘装炮太分散了 但黑方呢 也是可能感觉这个棋要赢了 他就走得有点随手 这步挺好的 这个棋呢 就险些呢 给红方呢 带来转机 我看这兵就兵费神速嘛 冲下去 对 但是这个象棋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考究 你要想到对方 有什么样的反击 你什么时候动手 你得必须要掌握好这个时机 有一个分寸 对 其实我们下棋也好 还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好 比如我们炒个菜 也是这个火候多五秒 差五秒可能都差差别很大 是啊 盐呀这个调料啊 少一点多一点 实际上道理都一样 就是火候问题 那这个棋呢 黑方下兵 黑方先下足 这个棋呢 红方什么什么一个反击 你看红方一将 那就上将 他居在一将 你上将更不好 他只能再下将 比如说这个时候 红方连销带打 来捉足 捉足呢 你足不能白丢了 他足担心 这是一个杀棋 那么走这儿呢 这个张兴超时间也比较紧 他也是被这个 即将到手的这个转机呢 有点这个 高兴得太早了 他就是走狙击 他认为这个棋 黑方也不好解 他觉得你要冲江 我就带江给你吃回来 而且我有抽子的棋 然而呢 这个棋呢 也给黑方呢 一个表演的 绝好的机会 不过这棋挺复杂的 看着都是很好的刀法 红方这个棋 应该走博士 这个棋呀 黑方呢 就是没有什么招 你再将我下来 我下不吃下 这个棋将来 可能黑方 还得赶快来对局 对局 那可能不太好赢了 这个棋就和其的 可能性很大 那实在当中呢 红方呢 就等于是 这招其实他也是操出过局 这看着很精彩 这样出子 双方对攻 但是别忘了呢 黑方啊 他介入足以后 他不用足将 他用鞠先将 这个招式走得很精彩 然后他鞠再站了一将 他等于这个鞠呢 来一个非常漂亮的过门 把位置先站好 对 你现在你不能下降 下降 他连将就把你将死了 是吧 只能下我平六 然后他再组断平四将 等于无形当中的黑方 用这个先手呢 把鞠运到 累上来了 然后这是杀棋 他点将就点死 对杀棋 黑方必须要出将 这样你抽不到他局 正好有一个减杀还杀 对 红方炮我平四 这个棋呢 就是说作为黑方来讲呢 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他是先 他拘留江 吃了一个 他先吃室 是 他没有理睬红方 红方炮自己跑 对 然后黑方上降 上降 去江 适次 他跑完去一 他想这个抽子 还是要抽江 对 这个棋呢 有些双方这个操部署 我们就没有摆 就是说他来回江的棋 然后他下降 因为你在江 他就可以退市 送你个试试 对 红方 红方呢 走平炮 准备呢 二度夹击炮 这是一个杀棋啊 杀黑方 我们看黑方这个 最后的入局非常精彩 好像黑方也没什么 那个连杀的招法 对 黑方没有连杀 但是黑方呢 有一个 弃子 夺势的这个好手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黑方就先走足足平五 叫江 你不能舔 舔他就会有降 对 只能降五平六 对 你现在不能去将 将他知识啊 你还杀不死他 杀不死以后 黑方那个反而有些麻烦的地方 黑方没有办法解自己的这个 对 他有些麻烦吧 对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走得很好 他先把自己二一将 跳马将 他故意呢 把这个马呢 走到炮口里 先把自己的沙发给解掉 对 他先把这个杀棋呢 解决掉 让你这个炮呢 被迫防守 然后这个时候他利用这个居足的杀法 这要整知识 然后这不能拱啊 拱他上来麻烦了 反而安全了 对 一定要让他老件控制住 一杀将 然后再组 这儿看着族四级的招法呢 红方就解决不了了 马二字三跟族四级一都无法解决了 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人负了 那么这盘棋呢 可以说开局啊 还是比较平稳的 进入中局呢 由于这个红方呢 有一点这个贪功 而是对这个形势呢 判断的呢 又缺乏准确 那么黑方最后居马族 这种杀法呢 也非常犀利 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好 今天的棋局呢 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